雞仔麥的產品不只是產品那麼簡單 其實是一個情感的表達 有一個90歲的公公坐輪椅過來找我們 她說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我終於可以買回你們的東西了 看報紙看到雞仔麥在上環有 她就馬上坐輪椅和公公的姐姐過來 這就是我們雞仔麥的情感 剛剛回來了 我們也有覺得最好的給家人這個slogan 需不需要改 不過其實我們覺得家人的定義 其實現在是可以很闊 朋友 我們的同事 甚至我們的工作夥伴 其實他們都好像我們一家人一樣 其實那時候公司會煮飯的午餐 他們還會開兩個大圍桌 還有那時候小時候 每一年 新年修路之前 我們就跟大家拜訓 他們又會有些人吃蘿蔔糕 吃湯圓 其實很開心 我們的客人很關心我們的前線同事 真的會買東西吃給他們 有空過來又跟他們聊聊天 覺得一種關係其實是很珍貴 我們同事又會看到他們的孫大 一個婆婆她經常會來買東西給一家大西 不過她從來都沒有買東西給自己 於是就搬了很多年 有天婆婆不來自己的 就是跟她的孫兒 然後孫兒說 她儲了一些錢 叫她選一份禮物送給她 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對這些 很窩心的事 要慢慢來的這件事 也沒有辦法 因為真的69年歷史 現在真的要多告訴別人 我們公司有什麼新產品 7月做了一個pop up 其實這正正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告訴別人我們 我們不是只能保暖內衣 我們年紀很相近 只差一年半左右 所以都好像一個朋友 Alisha 她會很開心 跟她有什麼意見不合 都會在睡覺前一定會解決 Jennifer是我們家裡的二姐姐 因為我們常常會煮食 很貼心 然後照顧別人 她也很有趣 因為我是叫她大家姐 然後她會叫我二姐姐 所以外面不認識我們的人 就會很迷惘 那你們究竟誰大呢 因為我們家裡有四個 所以我們是排一二 所以我的花名是叫二姐姐 哈哈哈哈 難忘回憶是 到了第二年 每個星期三我們就要穿軍服 學做窗 對 我們有解窗 要懂得拆窗和砌窗 然後有做露營 這些都不會在香港經驗 然後第三年那些 你就可以選擇做community service 我很記得當時跟老人探訪 老人說 麻煩你可不可以去花園 弄走那些薏 香港我不會有一個草原 讓我知道什麼是雜草 拆了它的花 然後咬到我爽了 小時候過了過去 雖然都是在寄宿學校那裡住生活 不過我覺得真的培養了那種獨立性 我想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所以會很開放 很多事情都會是試 試完之後不行 不要緊要我們再改 改完之後再來 這個都帶到我們去做生意 或者帶領團隊 那時候都是open minded去做 那時候我們都沒想過回家做的 是真的出來做事 跟爸爸聊天 然後才知道不如試試回來做吧 所以家庭比我們的自由發展度都很大 在不同公司做過 吸收了那裡的經驗 然後再回家做是真的好很多 因為知道外面不同的公司的制度 接著就再帶回公司 我會喜歡做運動多一點 就是跑步 我喜歡去海棚那些跑 家永遠都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給你的 通常這些壓力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以前有些問題的時候會緊張或害怕 反而整個事情就未必是處理得那麼完善 如果我越大壓力 我就會越煮多東西 煮越複雜的東西 我也試過有一次 早上7時煮到晚上7時 煮了一個很豐富的餐 一家人來吃 通常都會有8至10個人 所以一煮就會這樣 現在就不會 早上7時煮到7時 都會有自己的時間